小朋友们你好 现在我们要做道德的练习 先拿着一本书 道德作业本 请打开第十六页 找到了吗 好 准备清笔案 做个勇敢的孩子 做个勇敢的孩子 把勇敢的小孩画勾勾 不勇敢的小孩画叉叉 好 我们先看图片 这位小男孩 他想睡觉了 但是呢 他不敢一个人睡 你看他很害怕哦 那你们说 这位小男孩勇敢还是不勇敢呢 不勇敢 那我们要给他勾勾还是叉叉呢 对了 对了 我们要给他叉叉 哇叉叉 接下来 这位小男孩 他敢一个人睡 那你们说 这位小男孩是勇敢的孩子 还是不勇敢的孩子呢 对了 对了 他很勇敢啊 那我们要给他勾勾还是叉叉呢 对了 我们要给他勾勾 那小朋友们 老是想问 你们敢一个人睡吗 如果你们敢一个人睡呢 那你们是个勇敢的孩子 表扬你们 接下来呢 哦 这位小女孩看到老鼠 但是呢 他不怕老鼠啊 那你们说 这位女孩是勇敢还是不勇敢呢 对了 这位小女孩勇敢啊 那我们要给他勾勾还是叉叉 对了 给他勾勾 接下来 咦 你看 这位小女孩很怕老鼠啊 他看到老鼠呢 就喊 那你们说 这位小女孩是勇敢还是不勇敢呢 不勇敢 那我们要给他勾勾还是叉叉 给他叉叉 好 那小朋友们 你们怕老鼠吗 如果你们不怕老鼠呢 表扬你们 表扬你们 你们是很勇敢的孩子 很棒 接下来 哦 打雷了 这位小女孩不怕打雷 啊 那你们说 你们说这位小女孩勇敢还是不勇敢呢 勇敢 那我们要给他勾勾 接下来 这位小女孩 哦 他很怕打雷啊 那你们说 这位小女孩勇敢还是不勇敢 不勇敢 我们要给他勾勾还是叉叉呢 对了 我们给他叉叉 那小朋友们 你们怕打雷吗 如果你们不怕打雷呢 你们是很勇敢的小朋友 表扬你们 好 小朋友们记住哦 我们呢 要做个勇敢的孩子 好 小朋友们 我们先做到这里啦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